这样来看先生 因为先生他的经历也比较特殊 某种程度来讲 就是打小 也没有体验过家庭的温暖 我们经常说妈妈懂我 妈妈能够理解我 妈妈能够包容我 甚至谈恋爱这种方式 人家花两百 您那儿蹦子没掏 这个事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他对您的那份包容 能够懂您 这个懂不是谁都可以遇到的 所以两个人结婚之后 您看这种模式啊 自然而然就带着一个母亲的角色 这就形成这种模式 而这种模式他就会觉得 您看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他从来不会觉得妈妈会生病 女士 你也别怪他 怪我自己 跟自个儿有关系吗 因为您最初定调的时候 也就这样一个调子 而先生呢 无论怎么样 当拿出那一把药的时候 您就要考虑 这个姐姐也好 或者说 扮演妈妈角色的妻子也好 她现在是需要您调整了 您得如父如兄 她做不好 如父如兄 您能做到吗 先生 尽力吧 面对马建老师的要求 丈夫毫不犹豫 第一时间就答应了 但是妻子却表示质疑 她认为 丈夫在公益和家庭之间 根本就做不到很好的平衡 丈夫的承诺最终只能是一张空投纸票 这个你的公益事业不影响你的初衷 但都能家户啊 你想我真可以理解啊 你平时走向近村 对吧 波撒公益的这个种子 点起灯笼 温暖了温暖了 不少老人和留守儿童 但是你不能说你 你只温暖别人 你近最距离最近的两个人 你不温暖 你千万不要想着 这什么自国忠孝不能两全 你非得要用这个对立 对吧 只要我为了大家 我一定就是不能为小家 其实我们是要讨论这个话题 对 而您刚才讲的这个事情 让我想起咱们早期有一部电影 叫做少年犯 少年犯这个电影描述的 这个社会工作者吧 这个女记者 就是一直忙着这些少年犯的采访啊 拯救他们啊 让他们走向正路啊 结果当他回到家的时候 警车来了 把他到时候得带走了 为什么 他管不了自个孩子 那么这就是引起我们思考的 我就感觉啊 我要回报这个社会 做做公益 因为经常看那个电视上啊 有时候那个留守儿童啊 像那个空头老人 其实空头老人特别难 像他们有病了啊 真是 而你们照顾不到 那就不行了 你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 事业家庭双丰盛 从现在开始 孩子呢 我觉得刚才那句话啊 我还是感觉到有点温暖 就是只是跟爸爸在怒气 对 并不是说不想读书了 所以孩子 甭管家里爸爸妈妈 他们怎么去努力 对你来讲 好好读书 因为读的层面不同 你的视野就会不同 你的梦想是什么 打篮球 你爸爸有给你买过一个篮球吗 以前买过 如果爸爸妈妈的问题有所调整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在这个家里 能够感受到温暖 你也就能有更积极的态度 去面对自己的学习啊 自己的未来 是不是 是 那好 我们花点时间来调整一下 他们的关系 好吗 你先休息一下啊